大家好,我是Den 昨天ESPA以第三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Spicy回归了 而在专辑发表第一天 就登上了美轮排行的六位 专辑销售量突破了137万张等 刷新了自身最高纪录 而且这次的回归 也因为是SN娱乐经历了内乱 以孙曼离开SM后的专辑 所以不只是粉丝们 也令其他网友们都非常期待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ESPA新曲Spicy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非常清凉的夏季歌曲 开车运动的时候听的话应该会很快乐 然后ESPA四人的声音好相配 颜值都是最高等级 但是歌曲没有说有什么特征 有点遗憾 久违的有了虚旧的感觉 像是之前FX最红15的夏季歌曲感觉 真的好喜欢 颜值很好 但是风格突然变化太大 很像是一般的K-pop女团 本来还很喜欢独特的世界观了呢 我觉得很好啊 留言都非常严格 一开始觉得有点平淡 但是Spicy这部分好洗脑 我觉得风格很奇怪 继续维持原来的风格多好 这次的歌不管谁听都不会觉得是ESPA的歌 之前还骂说一直都是差不多的风格 一直都在狂野 现在拿不一样的风格回来了 就说是丢掉了世界观 到底是想要怎样 大家不是丢掉了狂野 是干掉了Blame Mamba后 暂时来到现实世界休假了 歌曲好听 但是比起这个 Karina的颜值太可怕了 根本就是洋娃娃 因为连收录曲都很好 所以很难选一个最喜欢的歌曲 对 不只是主打个Spicy 连收录曲也都很好听 尤其是Thirsty 大家一定要听听看 我给大家听听看 所以对于ESPA 180度风格大转变的新曲Spicy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位网友上传的 历代最成功的女团小分队 这个小分队就是 Sista Shiku 发表的Maboy 拿下了当年美轮年间排阳的36位 之后发表的一道尽力 拿下了当年美轮年间排行的10位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我想着Tetis进来的呢 KK 我是想着Tetis跟Orenji Karame 但是这组也完全认定 但是我是想着Orenji Karame进来的 KK 用成绩来看的话 应该是Tetis吧 我虽然也想着这支Orenji Karame跟Tetis 但可能Sista Shiku拿下了 让我们大家都觉得 不是小分队一样的好成绩 所以才会这样 所以大家觉得 一听到最成功的女团小分队的话 会想到哪一组小分队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